判了四年姚文智终于从牛棚走出来 获得民进党正式提名 披上台北市长战袍 未来我当台北市长 第一份公文 我认为我就要签订 这个大巨蛋 远雄应该要立即解约 谈政见侃侃而谈一点也不陌生 因为为了这一刻 姚文智早就准备就绪 2014年选举二阶段整合 最后民进党礼让柯文哲 但姚文智始终没放弃 继续在牛棚暖身 不仅忙着试水温 政见更是一个个提出来 我认为台北的地壳改造运动 第一个就是肺松机 变中央公园 这差不多是我这几年来 在台北当立委 一个我人生 非常重要的自业跟梦想 要废除松山机场建公园 还要推大规模都市再生 不止如此 我主张未来应该进行多胎次的补助 也就是第二胎由国家养 连幼儿政策都不放过 拍广告积极宣传 姚文智全力以赴 现在终于登上投手秋 成为民进党的先发投手 姚汉对手国民党丁守中 和白色力量柯文哲 来场直球对决 就看姚文智能不能一语成真 这个丞相起风了 欢迎讯闻郭艳廷 吕家衡台北报道